大家好 习近平8月17号 主持召开一个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 它强调什么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复语 会议指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构建初次分配 再次分配 三次分配 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三次分配 实际讲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应该说叫第三次分配 这个概念是从哪来的呢 这个概念是从 以前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利宜宁 他1994年出版一个股份制 还有现代市场经济 这本书里面就是从这里面来的 他这个三次分配是什么 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 包括三次分配 就利益宁在他书里写 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这个效率原则 进行的分配 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 坚固效率和公平的原则 轻重公平原则 通过税收 社会保障支出 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 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 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一次分配 你出去上班打工 你的收入 你的薪水 你和你雇主之间 就是一来 就是一收一支 这属于第一次分配 那么你拿完你的工资以后 你要上税 对吧 然后你到转年报税以后 然后多退少补 多的税就是政府再退给你 然后少的税 然后你再补交给政府 所以这个税收 你上的税 多退少补的这种税 这属于是第二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 你每个月领完工资 领完薪水 我定期 我捐比如说50块钱 我捐给教会 我定期50块钱 我交给福利院 捐给这些师学儿童 就是以捐赠赠予 或者是慈善这种形式 就是捐出去这笔钱 对于你来讲 还有受捐方来讲 这属于第三次分配 那么他这次 就是习近平的召开 中共中央财政 财政 就是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强调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分配 再分配 三次分配 就是协调配套 这个基础性制度安排 这个三次分配 指的就是在道德力量作用下 通过个人资源捐赠 而进行的分配 那么第三次分配呢 就是意味着就是说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大家都很熟悉啊 第二第三次分配意味着什么就个人还有企业要收到这道德感召啊 从自己内心里面的爱啊 就是共产党就告诉你你到底您马老板是捐还是不捐呢啊 他能说不捐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马老板腾讯的马化腾那天捐出的五百亿 就是所谓的就是第三次分配 这个是强迫的第三次分配 本来是书本上一个概念的一个就是一种概念的啊 一种形式吧 分配形式 他现在呢又要把它就变成一个终身奋斗目标啊 就好像是共产主义 他本来就是资本论里面就是一个幻想的一个模式 经济模式而已 就又变成了这个这帮共产党 他自己的就是这个啊 变成一个终身的啊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永远 永远永远存在的虚无缥缈的一种乌托邦的一个目标 这个就所以 为什么我就说这他这个第三次分配呢 就他基本上跟共产主义一样 都是吃人说梦啊 这共同富裕呢 就是不能光你有钱啊 我也得有钱 如果你比我有钱呢 你就得把你的那多出来那个钱呢 你得云给我 就是简单的讲 就这就叫共同富裕啊 不能光你富啊 我我穷不行啊 这个是用官面话来讲 共同富裕叫什么 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 依法保护合法收入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啊 呃 邓小平时代 那个时候什么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啊 这个是习近平市的时代呢 就是不仅要富 还要共同富裕啊 呃 这个是去年不是成功脱贫了吗 百分之百脱贫了吗 对吧 就是共同富裕啊 就是 就是 习近平就是下一个 另外一个 一个百年啊 百年 这个他已经百年之后了啊 那么这个是下一个啊 百年这个目标 就是共同富裕啊 呃 过去的40年呢 就是基本上是让大部分中国人摆脱了 就是贫困 但是贫富差距呢 就是依然严重 我跟你讲 贫贫差距差距不仅中国有 全世界都有 就是贫富差距 就是看你就是这个到底有多严重 对吧 呃 这个差距到底是大不大 新冠疫情呢 就基本上在把中国这种就是贫富差距 它拉大了啊 呃 你看这新冠疫情呢 就是它基本上没有影响就中国上层 这个的上层阶级这个收入 但是下层阶级就是这个工资呢 就是停滞不前 甚至下就是下降啊 很多人 我跟你讲 新冠疫情影响的基本上就是下层 那么中国这个共同富裕 它的意思呢 就是巩固这社会底层民众 对中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合法性的支持啊 那么 实际上呢 它的共同富裕就是过去的打土豪分田地啊 就是他们共产党怎么起家呢 不就从底层开始了吗 对吧 那么呃 有人宣传鼓动就是这个打雕楼啊 然后是把他们地收收了 把他们的房子收了啊 拿回你们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军贫富啊 这个就是所谓现在的共同富裕 等于共产党现在还是走在就是他们刚刚一开始的那条路上啊 寻求底层社会对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啊 共同富裕 实际上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让那些啊 就是重新返平 原来你还稍微有点东西的啊 还有稍微有点资产 经过这个新冠疫情之后 基本上一夜回到解放前 基本上返平了 对吧 就是让这些重新返平的人 就是不至于完全饿死啊 死你也死不了 活你也活不了 活不好啊 就是最后基本上这些人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些抵藏的人最后会成为社会动乱的这个就是根源 就是他们所谓共同富裕 所谓共同富裕呢 就是要稳住他们这些人啊 中国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种严苛的清零政策啊 防疫这个政策不对头 你清零啊 动不动你就要封城 动不动封小区啊 这个动不动就是全民核酸检测 这样造成什么 就是社会还有经济停摆啊 你这种停摆越停摆啊 你停摆干嘛呢 就跟文化大革命大革命一样 就是停工停产闹革命啊 这个就是导致这个贫困阶级越来越多啊 这个贫困这阶级这个阶层啊 越来越来越扩大 还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对人口这个流动限制 也是造成就是人就是底层人民 这个就业困难 什么叫对人口流动限制 户口啊 就这么回事 对不对 户口本 明白了吗 你户户籍是哪的 对不对 他就是北京他现在不愿意习近平他自己不愿意自我检讨啊 反而指向他什么就在疫情期间就是这这种就是财富增加的这种民营企业啊 本来你可以通过对中小企业还国营企业增加补贴来减混贫困差距的 他就是不这样干 你说北京在这个过年 习近平在这个过去半年 你说他干什么 对吧 七八个月的是啊 银 防止这资本无需扩张 就敲打这些民营企业家啊 孙大吴啊 对吧 马云啊 马化腾啊 对不对 滴滴啊 对吧 反垄断 对不对 这些议题 这不都是中共 就是中共对这个经济工作的重点吗 对不对 监管他先从互联网 然后伸到其他不同的行业 对吧 然后一开始是阿里巴巴啊 后来又是什么啊 网约车腾讯 对吧 美团 双减政策 受影响那个新东方 这个大型民营企业 这不都受到这个整肃吗 对不对 你说来中国最大的互联网腾讯 对不对 他不 那不也是反垄断 给罚了一 就是一笔钱吗 是不是 现在中国经济啊 就处于非常就是艰难的这个困境 换句话说 他基本上处在就是经济危机的前夜啊 一方面什么中国现在出现了什么 就是反全球化这个倾向啊 包括这西方跟中国的脱钩啊 还有一个就是在中国民间 他有一个非常就是危机的一个地方 就潜在的一个危机 就是很多现在中国的就是家庭的债务 有很多的家庭 他现在是什么 他是在利用就是贷款 他在活着利用他银行的贷款 因为就是他有的金融 他有的那宽松 那个政策 他进行贷款 他是利用贷款来活着 还有呢 他就是贷的款来炒房 这个呢 就是增加了 就是导致这个就是很多家庭的面临的破产 这个危险啊 有些的就是很多贫困人口啊 本来就你已经脱贫了嘛 他会重新反贫 还有呢 甚至就是中产阶级 他也有可能面临反贫的这个风险 中共对这些企业啊 就是民营企业啊 我刚才也提到 你想孙大午 对吧 腾讯呢 还有滴滴畜行啊 还有他们这些企业监管 对吧 呃 审查 基本上是把这些民营企业就这种活力啊 这种能力基本上就把它限制啊 呃 我们不干了 对吧 不干 不错 多干多错 少干少错 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势必就是会影响到这些企业扩张啊 人家企业家本来有这能力投资 我干一个是什么项目 你现在这个管 那个管 啊 一会儿 爹管的 一会儿娘管的 对吧 那我们与其这样的话就不干了 我们很多以前在大陆那些很多那个那个供货商都是因为管啊 我还不如不做的 我做了啊 你们还说三道四 我算了吧 就不做了 企业家也不投资了 企业干脆也不扩张啊 你这样的话 你就业从哪来呢 你还能创造就业吗 你还能扩展就是财富吗啊 你这种共同富裕这个政策啊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就是什么腹底抽薪这种就实际上就是杀鸡取卵 你把这些企业家你全都杀了啊 你把那个蛋事都拿上来 那以后那些蛋呢 谁来生产 你指望那些贫困的人吗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们现在这个政策 你知道吗 迂不可及 就这么回事